近年來台灣不斷優化觀光產業 根據觀傳局的資料顯示 2024第一季來台灣的國際旅客人數 日本旅客就已近35萬人奪冠 而北市觀傳局看見這樣的時機 特地邀請了日本女星來擔任活動大使 也聯手日本人氣旅遊網站推出了遊鬼 整個台北市盡收眼底壯觀景象 讓日本女星清源果耶讚嘆不已 近年來台灣努力拓展觀光 根據觀光局統計 2024年第一季訪台國際客員 日本就攻上首位達到34萬8913人 與去年同期成長將近156% 北市觀傳局把握熱度 特別邀請日本人氣新生代女星清源果耶 擔任活動大使 同時攜手日本人氣旅遊網站推廣獨家優惠 臺北地標景點五星級飯店 知名的辦手禮以及交通票券 從9月2日到12月31日 希望大家到臺北來能夠玩得輕鬆愉快 經濟又實惠 加強宣傳力道不停歇 觀傳局下半年規劃活動輪番上陣 9月有結合科技音樂和產業論壇的朝臺北 10到11月有台北溫泉祭和白昼之夜 12月更精彩有臺北馬拉松 耶誕節及臺北101煙火的跨年系列活動 也預告明年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 將在5月17到30號舉行 不僅如此 臺北的經典也不斷地在更新 精進等著大家來臺北親身來體驗 這一連串活動不但吸引自家人 還希望能有更多國家旅客來臺 為觀光產業注入活水 觀傳局細心打造更有趣的臺北 讓國際旅客回訪再回訪 記者王楊契正傳在台北參網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